Nasuma于5月29日宣布了丰收之月的新情报消息 这款经典种田系列即将推出新作 Harvest Moon Home Shoot Home 占一为丰收之月甜蜜的家 官方目前只公布了游戏的logo标志 暂时没有任何实际画面或美术概念图 这个做法和去年推出的安拓斯之风一样 预计接下来的几个月才会陆续公开相关内容 以下是他们形容本作的描述 家是薪之所在 在经历了十年的城市生活后 玩家将准备在这款游戏里回到自己的老家 儿时的朋友说服了我们搬回家乡阿尔巴镇 你这样试图振兴此地 但这并不容易 阿尔巴镇比起以前现在已经过上了好日子 并不是所有居民都热意看到我们这样的城市人回到这里 玩家能说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让他们相信自己是真心为这个地方着想的吗 我们能重整小镇吗 在朋友和其他村民的帮助下你一定能做到 看了以上内容后可以知道 这款新作的故事和安托斯之风几乎完全不同 而是比较接近矿石镇的设定 与此同时官方也透露游戏将于今年8月登陆iOS和Android平台 消息出来后Twitter X上玩家们的反应还好 反倒是脸书FB上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回响 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本作是手游的关系 此外甚至连大马这里的专业也有分享这消息 或许不少人也以为这是矿石镇的手机版本 而且一般大众任职的Hawas们就是暮场物语 并非现在改了名的丰收制约 以目前来说我们还不肯定游戏会不会拥有一般手游的系统机制 例如它是免费下载游玩的拥有好友社交系统 服装或外观以抽卡的方式获取 你可以刻进来获得资源等等 又或者这是一款买断置的存单机游戏 类似新入股物语的手机版 付一次钱就可以尽情的游玩 我个人认为前者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官方这次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游戏在手机平台推出 电脑和假机版本看起来是不会有了 而如果真的拥有微交易功能 这估计会引起欧美玩家的不满 毕竟他们一直以来对客金的东西都很反感 另外另一家公司Marvelis在5月31日即将举办年度发布会 他们去年预告过的两款牧场物语新游戏或许有进展了 那Sumet会在这个时刻公布新作的到来 可能就是要应付Marvelis接下来的新牧场物语 说到Marvelis 他们几年前授权给腾讯制作的牧场物语手游 后来也是胎死腹中了 开发到一半突然完全没消息了 如今Nasume风俗之月会否获得成功呢 确实还是可以继续观望 而且现在离8月也不远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